微信徒要带大家进一步来掌握 明明都说了这个中度台风 隐形不会直扑台湾而来 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 一定要小心呢 确实现在隐形台风 距离我们的鹅兰比 大概是有800多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如果它的入境方向不变的话 就在它准备往西移动的同时 星期五的时候 一整天就会是整个隐形台风 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 可是还记得吗 上一次这个入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台美台风出现了共伴效应 这次银线台风的外围云系 有没有可能也出现了共伴效应呢 我们通过了下一张图 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气象书也是说了 确实有机会出现了共伴效应 什么原因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 就是东北季风影响的季节 所以刚好又有东北季风影响的情况下 如果说依照这个时间点 是在星期五的早上九点的时候 在整个这个银线台风 直渐往西移动的同时 它的外围云系跟这个东北季风 还是有可能在整个地形 迎风面地区出现一些比较剧烈的降雨 所以未来包含了整个北部地区 还有包含了宜兰跟花林一带 都有可能出现了共伴效应 但是目前看起来 共伴效应条件虽然没有很好 可是还是要预防会出现局部的大雨 所以降雨变化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未来一周整体上面来讲 都是东北季风影响 所以北部地区东北部 出门原本就要带伞 但是在星期五到星期天这一段时间 因为银线的外围 挽留云线影响 加上了整个共伴效应的情况下 既然北海岸还有北部地区 宜兰甚至包含了北花林一带 可能都会有局部大雨现象 必须要到了下周一之后 整个水汽才会逐渐的减缓下来 虽然未来一周要出门的话 南北天气真的是两样勤 星期五到星期天 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 受到银线台风影响 就会有较大雨势 还可能出现局部大雨 至于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星期四星期五的清晨 北部地区低温 最低只有20度左右 时间再交还给雨淑 至于